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 第一条 立法依据 第一项交通部依邮政法第三条规定 设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其设置依本条例之规定 本条例未规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 立法目的 第一项本公司本企业化经营原则 以提供普遍 公平 合理之邮政服务 促进邮政事业健全发展 增益全体国民福祉为目的 第三条 业务范围及适用法规 第一项本公司经营地送邮件 除经 汇兑 检疫人寿保险 及邮及其相关商品 邮政资产之营运等业务 并得经交通部核定接受委托办理其他业务 及投资或经营相关业务 第二项本公司经营前项业务 应分别依邮政法 邮政除经会对法 及检疫人寿保险法等相关法规之规定 第三项交通部邮政总局及其所属机构 原办理之各项业务 与本公司完成公司登记后 改由本公司概括承受办理 第四项本公司业务之经营 得按商业惯例 支付代理或经销佣金 第四条 公司设立地点 第一项本公司设于中央政府所在地 并得事业务需要分设邮局 第五条 董监事之人数及产生方式 第一项本公司设董事会 至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 董事中应有五分之一位专家 五分之一位劳工代表 令至监察人三人至五人 第二项前项劳工代表由工会推派之 第六条 董事会之职权 第一项董事会之职权如下 一 本公司组织归程之核定 二 年度营业方针及计划之核转 三 本公司预算 决算事项之审议 四 邮局设立 变更或撤销之核转 五 总经理及副总经理之任免 六 本公司人事规章之核转或核定 七 本公司营业规章之核定 八 除信函 明信片及其他具有通信性职文件之资费外 各类邮件资费之核定 第七条 监察人之执行事项 第一项监察人执行事项如下 一 调查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 二 查核公司账册及文件 三 其他依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规定之事项 第八条 报请核定之事项 第一项下列事项 应报请交通部核定 一 本公司章程及董事会组织归程 二 资本额之调整及股票之发行 第九条 总经理之资格 第一项本公司至总经理艺人 其人选应具邮政事业或企业经营之专业背景 第十条 相关人员法律之适用 第一项本公司受有心给之董事长 总经理 监察人及代表公股之董事 应有公务员服务法之适用 第二项本公司副总经理以下之从业人员 除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规定外 依本公司仍是规章办理 不适用公务人员有关法令之规定 第十一条 限职人员之处置 第一项本条例施行前之交通部邮政总局及其所属机构限职人员 均转调本公司 但亦得于改制之日期六个月内 以优惠条件给予退休或资遣 其办法 由交通部拟定 报请行政院核定 第二项前项人员转调本公司后 除自愿离职外 不应邮政总局改制而予以裁员 第三项第一项转调本公司人员 其服务年资 薪资 退休 资遣 抚恤 其他福利及劳动条件等 应与维持 第十二条 据交通事业人员任用资格人员之适用 第一项本条例施行前之交通部邮政总局及其所属机构 限职人员转调本公司者 其已具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 锁定滋味人员 人事用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 其新给 福利 考成 退休 资遣及辅恤等事项 依交通部所属交通 邮政 事业人员有关规定 其未具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锁定滋味人员 除聘用人员外 人事用员有关法令之规定 继续任员职至离职或退休为止 第二项前项人员在本条例施行日期五年内 得选择改一第十条第二项人事规章之规定 并不得再变更 第三项本条例施行前一由政聘用人员管理要点聘用之人员 由本公司事业务需要于聘期借满钱或借满时 改一第十条第二项人事规章之规定 第四项本公司员工所需退休给予费用 由本公司依精算之退休金额提拨之印 并应于民营化之前提足 第十三条 公保改劳保损失之补偿金 第一项依前条第二项或第三项改为 不适用公务人员有关法令之人员 应改头劳工保险制损失 公教人员保险员有权益时 准用公教人员保险法第十四条 规定之养老给付计算标准发给补偿金 但依法在参加公教人员保险领取养老给付时 应将补偿金缴回本公司 第十四条 法定盈余公积及特别盈余公积 第一项本公司于完纳一切税捐后 分派盈余时应先提25%为法定盈余公积 并得令提特别盈余公积 第二项前项法定盈余公积 以达本公司资本总额时 得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第十五条 职工福利金 第一项本公司应依职工福利金条例及其有关规定 提拨职工福利金 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 第一项本条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平时会 hemuty络工福利金 以前需要提供弄计定 徊金 nud并存 upfront 他们都 처음接口 特别条例线 想